你吃过骆驼肉吗? 中国作为一个美食大国 各种各样的食材都被吃货挖掘出来 但在中国却很少有人吃骆驼肉 反观国外 骆驼肉虽然不能说是人人喜爱 但至少也是一些国家比较重要的肉食 比如在迪拜 埃及和其他的中东国家 骆驼肉就很受欢迎 尤其是迪拜 有钱的石油老山真还未吃惯了 总是想着整点新花样 换换口味 而沙漠地区 最常见的大型动物也就剩下骆驼了 于是 骆驼很快就被迪拜富豪端上餐桌 在迪拜 骆驼肉比较普遍的做法是一整只烧烤 就像我们这边烤全羊 迪拜人吃骆驼是烤全驼 一头上千斤的大骆驼 烤好后往桌子上一扔 就足够一桌七八个人吃了 由于制作过程比较繁琐 并且烤制的时间很长 所以只有在比较盛大的宴会 或者招待贵宾时 迪拜人才会把烤骆驼拿出来 迪拜人吃骆驼到底有多奢侈 迪拜的烤全骆驼 是当地传统宴会以及招待贵宾时 比较常见的一道硬菜 它的做法非常繁杂 光是把一整头骆驼宰杀和腌制好 就需要十几个小时 把骆驼处理好之后 迪拜人还会在骆驼的肚子里 填入其他食材 比如鸽子 鸡 水果和调味料的 所有食材都弄好 上烤价慢烤八个小时以上 才能获得一道烤全驼 想要做好烤全驼 需要提前两三天做准备 而且用料十足 不是有钱的迪拜人 还真的吃不起烤全驼 除此之外 烤驼蜂肉也是喜爱吃骆驼肉国家 较为常见的美食 驼蜂肉虽名字带个肉字 但它其实是一整块脂肪 大家可能会疑惑 一整块脂肪 驼蜂肉它真的能吃吗 实际上 驼蜂肉的口感 我们常见的脂肪不太一样 猪身上白花花的脂肪 口感肥腻 一般人吃不下去 但驼蜂肉的口感软中带脆 洗干净后腌制好 放到铁炉中慢火烤制 据说味道一流 是埃及地区很受欢迎的美食 在国外受欢迎的骆驼肉 为何我国没有人吃 很多中东地区的国家 都喜欢吃骆驼肉 迪拜土豪更是奢侈到 直接吃烤全驼 可是在中国 别说吃骆驼肉了 一般的菜市场和超市 你连根骆驼毛都买不到 相比于猪牛羊 骆驼其实并不常见 它们通常生活在沙漠和隔壁地带 在我国属于比较少见的动物 我国的95%的骆驼 分布在西北和内蒙古 西部地区的温带荒漠和荒漠草原区 骆驼都这么稀少 骆驼肉就更别提了 加上骆驼养殖起来 不如猪牛羊那么容易 因此我国市场上的骆驼非常罕见 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吃不上一次 除了数量稀少外 骆驼肉的肉质其实并不好 骆驼肉的纤维比较粗 吃起来口感不够细嫩 不符合中国人的饮食习惯 从口感这个角度 骆驼肉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比较难吃的 不受市场欢迎 所以我国虽然有养殖骆驼的产业链 但不是主要生产骆驼肉 骆驼养殖主要以驼奶和驼奶粉为主